李亚鹏自从离开王菲后 仿佛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这次李亚鹏又谈上大事了 李亚鹏那家公司被强制执行186万元 而他持有的该公司的7279万元的股份也被冻结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是可以从这个被冻结的金额看出 事情必然不简单 近日除了李亚鹏的公司出事之外 还有陈建斌夫妇所持苦的公司被强制执行3900万 庄子仪和汪峰也共同退出了合伙公司 也不知道这些明星都是怎么了 今年的第一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今年娱乐前注定是热闹非凡的 这不前段时间还有传出李亚鹏快要结婚的消息 现在李亚鹏的公司就出现了危机 当时有不少网友吐槽 希望李亚鹏这次结婚不要坑坏女方 还记得当年王菲和李亚鹏在一起的时候 王菲作为天后都养不起李亚鹏 李亚鹏当年投资做生意都亏了不少的钱 说实话这李亚鹏不太适合做生意 前段时间李亚鹏还被爆出当年所投资建筑的楼房 现在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烂房子 当年李亚鹏为了这个项目投资了不少钱 非但没有赚到钱还需要李亚鹏倒贴不少钱 当年王菲和李亚鹏是夫妻 王菲是出于好心帮李亚鹏补贴了不少钱 李亚鹏所签下的钱大部分都是王菲提了偿还的 可能王菲最后是终于受不了李亚鹏了吧 最终选择以离婚收尾 没想到这一次李亚鹏又贪上大事了 目前并不知道李亚鹏的公司出现了什么事 但从这个金额能够看出 李亚鹏目前应该是面对着很大的问题 有人说这样的李亚鹏还结婚呢 不是坑害女方吗 对方可不是王菲呀 亚科就没有那个经济基础 就算王菲有那个经济基础 都不一定能够养活李亚鹏了 毕竟这李亚鹏可能是太败了 明星一次的出场费 可不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吃几辈子的 真的是站在了金字塔底端呢 但是也显露出人生价值的不公语 有人说这些钱给娱乐圈这些人呢 给的太多了 简直太离谱了 根本不当回事 应该给国家的命脉 国防和这个科技专线 还有民生才是重中之中 你们赞同这个说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看吧